我們看DCT 他說中空金屬塊的表面的電量增加了 那內部電廠怎麼樣 這個這樣就是說 他的內部電廠都會等0 就是說那個導體內部 應該這樣講 他既然說中空我們就說中空好 你把那個正電盒撒進去的話 正電盒互相排斥 都會排到表面上 那因為他是球隊撐的 所以他這個電盒密度不一定是均勻的 不過無論如何的話 這個導體裡面的 他的電廠都會等0 你再把這個電盒增加的話 這個電盒只會增加到導體表面上 裡面的電廠還是等0 所以他裡面的電廠是不會變的 而且是等0 所以他應該選D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有效率 為定